花一点时间介绍合并列印 假设 假设 我这一份文件 对 合并列印 因为它真的就是合并列印 我看一下 我应该是放在 Properature Properature 里面 我有一个 档案应该叫做 好 不好意思 上网去抓下来 这个 范例下载 范例下载里面 有一个范例 这个邮寄合并列印 下载下来 就是假如说 我今天我制作好了一份 这样子的一个内容 然后我要同时寄给五个人 这时候我可能不是一张一张重做 而是透过邮件底下的一个合并列印 合并列印 接下来呢 我们选择选取收件者 选取收件者使用现有清单 使用现有清单去找到 我刚刚下载这一个档案 然后我是放在第一张工作表 确定 那这里面我可以直接选 例如说 假设我今天 我针对张游跟李大同 我不寄给他们 然后呢 我这样子是不是就可以筛选掉 我不要寄的人名 然后确定 接下来呢 接下来 假如说在这个地方 假设在这个地方 我想要去把相关的人加进去 所以这边有一个插入合并功能变数 举例来说 在这个地方好了 插入那个姓名 假设了 我写在这个地方好了 字 例如说兔 好 我把这个名字啊 稍微放大一点 好 例如说兔 好 某某某 例如说 先生 所以我把这字稍微设大一点 这档案大就有这个缺点 然后接下来 假设我 这个邮件 继续放 例如说 这边是不是有性别 我可以借由性别来去判断 他是先生或小姐 这都可以做到的 好 例如说 好吧 那我们先不做那件事 我就直接讲 先生 小姐 那 接下来 接下来 我是不是就点这个 完成合并列印 点一下 然后 合并到新的出版物 点一下 他就会有三页 他就直接做出三页 第一页给谁 第一页就给王小明 第二页 第二页给赵小美 第三页 他就给田根生 这样大概知道 合并列印 Word的合并列 直接可以在这边应用 而且我们大部分都是把它拿过来怎么用 你看像我 这里面基本的资料 有五笔资料 有五笔 一二三四五 这边 然后刚刚我是不是把李大同跟张游这两个人先过滤掉 所以我是不是只有三个人 王小明 赵小美 还有田根生 田根生 然后甚至 甚至本来还想要教你们说 这个 这个照片 看我做完好不好 就是我们可以直接呈现 他的图片 好 这档案我先关掉了 就是怎么样去呈现 这边现在有两份文件 这是合并后的 合并后的 好 为了我上课方便 我 我先把这个档案我就先储存起 这个档案不用存 这是结果的档案 不用存 要存是存 原始的这个档案 好 储存起来 为了我上课方便 所以我开一个新的档案 因为这个档案太大了 我 点档案 新增 假设做这个好了 建立 刚刚那一个档案我就先关掉了 因为 那个档案里面有 很大的文字啊 图片啊 好 那接下来 假如我现在 我想要去 这个地方放一些特殊的 例如说 五个得奖的名单全部都放进去 而且我还希望说 把它的一个大头照也呈现出来 大头照 因为我的这个图片 这个椅子要等待 是不是有他的照片 所以照片要怎么呈现 好 我们来看一下 第一 我是不是用邮件 合并列印 合并列印 然后 看你是要去做 合并列印精灵 还是合并列印 当然我是用合并列印 所以这个步骤 根本连做都不用做 好 然后接下来是不是要选择 我的资料来源 我的资料从现有清单来去做 所以我是不是可以选到 我刚刚下载下来的 下载里面这一个 以色调档案 第一张工作表 选到sheet1 确定 然后 我一样好了 他真的可以做过滤资料 过滤资料 也就是说 假设我今天这一次 我只过滤掉李大同好了 好 你可以选择不要过滤 那点这上面的话 是全部过滤 还有排列的顺序 排列顺序 就是到时候你列印的时候 列印的时候 有些人他会先在这个地方 做一下排序 然后决定说 先印谁 OK 那假设我把李大同关掉 然后接下来呢 这边是不是有照片 照片1 好 确定 那接下来呢 我这边名称 是不是要换成什么 插入功能变数 例如说他的姓名 就是全球最佳 什么什么什么 好 然后颁给谁 然后呢 这个 对不起 这边应该是全球最佳 好 例如说销售王好了 销售王 就是你随便打一个那个名称 那个什么什么王 什么什么 冠军或者是之类 然后接下来在此要颁给受奖人的姓名 所以选到他之后 是不是选 插入合并的姓名 然后再次输入 已知证明 然后例如说 那个 已知证明 或是不放任何字好了 然后接下来这边是不是签名啊 日期啊 那我们都会放适当的一个图片 或者是以日期来说就放今天的日期 OK 那接下来呢 接下来我们假如说还希望放他的照片 这边是不是有图片 所以插入图片的栏位 这边有照片一跟插入图片栏位 你要会选 你要会选 例如说我选到他 这边是不是有照片一 这边有一个照片一 然后我一定要指定资料夹 指定资料夹 例如说我的图片是来自于某一个资料夹 所以你必须要把那几个人的图片 全部都先 全部都先放到一个指定的资料夹 例如说 我现在还少一张嘛 我现在也少一张 所以我赶快先把它下载下来 这个地方这一张我要下载下来 好卡通1也下载下来 然后我把这个下载这个资料夹 就变成为了我上课方便 我先把它复制到别的地方 复制到我第一次叠击这里面贴上 只要一个卡通好了 卡通的资料夹贴上 那我在这个地方我要去做图片 插入一个图片栏位 这个图片呢 这个图片我应该是这里面是放图片嘛 这边是不是有什么照片一 照片里面有什么卡通几 卡通几 就是那些档案名称 所以一定要选到它 指定资料夹 指定资料夹我们可以去新增 新增 例如说我的图片 是不是全部放在第一次叠击 poblisher的这个地方 卡通开启 就是我这个地方一定要选 然后这边一定要有一个指定的图片资料夹 这样它才会配取在一起 否则它找不到什么卡通1.png在哪里 好 然后点选确定 图片跑到哪里去了 我检查一下 检查图片的位置 这个地方确定 好 然后接下来我们去看 完成与合并 合并到新的出版物 你看 刚刚我做了两次 有看到吗 这一个人 第二个人 第三个人 第四个人 可以知道我现在在做什么事吗 我重点就是要 要它的那个 它的那个照片 你必须要按照我刚刚的做法 来去做 否则它没办法帮你做完 好 记住哦 我现在的这样子一个做法 我先把它关掉 这边我关掉 这个档案可以不用存 然后我把这一个照片删掉 就是把它放在适当的位置 例如说 例如说这个照片 好 然后接下来我再去直接在邮件这边完成合并 合并是新的出版物 就是这王小明他的大头照 然后接下来赵小美 然后接下来张油 接下来最后填根深 是不是图片都呈现在这个地方 提供给你们参考一下 好 就是最后这个邮件 邮件 其实它就是跟Word一模一样 只是我觉得图片这边 可能你要稍微注意一下 在这强调 就是当我今天这个先插入一个图片 这边我关掉 这个插入图片 邮件底下图片 然后这个图片 我必须要去设定 设定那个图片的栏位 一定要把 我有一栏是纯粹放图片档案名称 然后有一个资料夹 资料夹里面就是那些图片档案 一定要都选到 如果你选这一个姓名跟这一个 他可能他一定选不到 好 所以这点请各位稍微注意一下 所以记住一定要有一栏的名称 就是图片档名 他这样才会连结在一起 我想我们Publishers 在这个地方呢 大概把这些功能 介绍完毕之后 你们应该从中了解到 原来Publishers可以做 可以做这些事情就可以了 那我想我们可能 今天的所有课程呢 就要在这边搞一个段落了 而且Publishers到时候 你们可能可以快速的去完成海报 我教各位三个比较快速制作海报的地方 第一个Publishers 第二个网路上 第三个是什么 第三个就是我们的PowerPoint 好 那期待希望 比如说12月底的时候可以 或者是明年初可以收到你们的卡片祝福 OK 那我想我们就暂时在这个地方 告一个段落 如果你有任何其他问题 都欢迎你再写信来询问 好 那我们就上到这边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